無法無限公佈第十四概金萬獎 立委名單 另外特別辦憲 一個公憲獎給黃鐵林 黃鐵林今年是七十四歲 他是一萬月家 也是 台灣萬月研究者 研究台灣萬月輸了四十多年 受眾加責概念 思極的台灣萬月輸了 也不得的學校規科 對台灣的萬月有很重要的說話 萬月跟黃鐵林研究受眾台灣萬月輸了四十多年 前後當上部出版十本向萬月有關的書 也不規格團成台灣萬月的地績 對國來的萬月的發展演習有很重要的貢獻 文化部十五歲出自公佈第十四概金萬獎的一尾名單 另外也頒特別貢獻給黃鐵林 但是本人對這次的狀況是因為自己也沒做什麼 只是一直在實現自少年以來的夢想而已 黃鐵林已經四九年在台中五日出席 黃鐵林已經四九年在台中五日出席 前七歲在到日本人找到後的名詞名單 在萬月的世界 他說臺灣在一九六空至一九八空年代沒給人 叫做萬月的都頒歐國 但是這段期間也不容出一倍本土的萬月家 所以自一九六年開始政府頒布萬月的 深入制度控制作品的言論自由 一九七七年 七八年 臺灣撲下去了 萬月撲下去了 本來那兩個人有想要圍萬月的人 結果這個心者 大家都沒頭路 黃鐵林說自己買萬月 不會到現在七十四歲 變成說萬月進行一個來外地就說不聽 可以說是臺灣萬月的百科人物 他說他的人生也還有一項組織要不做什麼 就是新立國家萬月法務官 但是現在要停留在內地 中美少祖的改單 他希望可以保留 多多先進的作品 讓未來的時世了解臺灣萬月的發展數 記者盧雄族正尊由臺灣報道 口族正尊由 倫敬 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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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